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这里是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叫王浩然 王牧师 那么呢 我正在给大家做一个系列节目 这就是说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我们就知道圣经是一本非常著名的书 而且它是一个系列的著作 那么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非常久远的影响 有人说基督教文明 这个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 说这个话一点不会过 而基督教它的宝典就是圣经 那么这本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 那么从前到后这么多 读了以后 有的时候可能也摸不到头脑 那么呢 有的时候呢 牧师给你讲到了 讲了以后又是比较琐碎 那么整本圣经从前从前从第一章 从第一卷书一直到第一章的创世纪 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 六十六卷书 它整个整个过整个的如果做梦起来 哪些是它要讲给我们呢 到底讲的什么内容呢 那么呢 我这个有五十讲给大家讲的 那么前面呢 已经完成了 这是十四十四讲 十五讲 那么十五讲 十五讲的前面的十讲呢 我就不给大家做详细的 这个服输了 那么呢 我想呢 把前面的四讲呢 刚才讲过的 就是说这五讲呢 再给大家的题目呢 给大家这个回复一下 那么圣经到底讲的 这个第十一呢 我讲的是 就是说 国家要实行法治 公民要有信仰 有道德 有文化 守纪律 这个呢 顺服权柄 第十一讲 那么第十二讲呢 我们要纪念约节 牢记神的救恩和恩典 我们作为 现代世界上的人 那么我们要认识耶稣 纪念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 就是个神的救恩 那圣经讲的 另一个要点呢 就是圣经讲什么 它圣经产生的观点 就是神掌管历史 那么人类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神不仅创造历史 而且是 神不仅创造宇宙万物 而且是掌管历史的神 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 神在他创始之初 已经有预定 已经有预定 就像我们一个人 从最早的时候 一个精子 一个卵子 成为兽精卵 然后发展成一个个体 从一个小婴儿 慢慢的长大 然后上小学 初中 上学 最后成人 结婚 然后到老 这个过程 都在我们的DNA里面 那么我们的 整个人类历史 也实际上 在神的计划当中 好不好 对 那么还有一个 第十四讲 就是神的选民 然后伊斯利人的历史 伊斯利人的历史 是人类历史的样板 这个样板 是代表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提到这个呢 因为整本圣经 它是以历史的形式 贯穿着神的旨意 它贯穿在这里面了 特别是旧约 实际上的相当一大部分 是讲的历史 所以呢 那这部分历史呢 它叙述到 叙述到 它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样板和标准 那第十五讲呢 那就是说 既然这么重要的历史 它这么厚 写在这里面 是吧 写在这里面 它肯定有它的美意 对不对 我们要学习这个圣经 它必要告诉我们呢 就是要我们 以伊斯利人的历史为鉴 因为伊斯利人的历史 后面这一部分 尤其新约的部分 也成为我们人类历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 这个新约的时代 实际上福音 这个耶稣基督 它的教导 已经传遍了这个全世界 对不对 通过罗马帝国 通过罗马帝国的时候 传遍了世界 然后呢 最近的耶稣 降世以后 特别是福音 传到全世界以后 那么犹太人 这个新约 他记载了这个 那已经成为我们人类历史的 最核心 最重要的部分 那其他的历史呢 其实呢 实际上是附属于这个 是在这个基础上 那个衍生 这个附属 或者这么一个 那么没有其他一个历史 其实呢 从本质上讲 能够和这个想并列的 想并列的 那呢 这是这个 从这个历史 那么从这个 我们以这个 以这个史为鉴 以史 那么 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 好不好 那么我现在呢 给大家讲的是 第十六讲 第十六讲 那第十六讲是什么呢 讲什么呢 这个圣经呢 它到底讲的什么呢 是让我们明白 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 我们每个人 都可能有人生的目的 哎呀 我是结婚 找个不错的太太 是吧 然后有几个孩子 是吧 我的工作上 能达到什么目标 是吧 那么我在房子上 能达到什么目标 是吧 我在这个 各种各种各样 我有什么职位 对不对 有这 但是呢 人生让神呢 他这个圣经的 是让我们这些呢 这个 让我们明白 人生的终极和目的和意义 那些东西啊 都是一些世俗的东西 是吧 都是一些人的看来 可能是重要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呢 那不是人的终极目的和意义 是吧 那么呢 我们就是呢 这个 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圣经里 特别有一本书啊 叫传道书 OK 那么传道书的作者呢 据考察 就是所罗门啊 犹太人呢 是第三个王吧 是吧 所以第一个王是扫罗 第二个是大卫 第三个都是所罗门 那么所罗门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OK 他写了一本传道书 OK 那么他 他这个传道书里啊 他已经做王了 这后宫三千什么的 然后呢 当时的时候是蛮有影响的 这个王啊 他非常有智慧 那么呢 但是他把这个人生 他做了一些归难啊 就做了归难 他这个说 他总结来说 他说 没有神和信仰的人生 是虚空的 OK 而相信有神 并敬畏信靠神 OK 是让人生的充满 人生充实啊 并富有深刻深远的 真实的意义 所以呢 这个人生呢 你要达到你的终极目的的话 你必须信神 依靠神 只有在神里面 你才有真正的人生的意义 离开神 都是虚空的 虚的 OK 你看东西的时候 看都是虚的 空的 里面实际上没有真东西 有真东西 那么我先看一段经文啊 你看看这个 然后咱们分析这个情况啊 这个所罗门呢 他写的写这个传道书啊 他在传道书的时候 他就开始呢 在这个 一章 第一章的时候 第一到三节 他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 在耶路撒冷做王 大魏的儿子 传道者的言语 那么 伊斯列人 在历史上 有几个王 OK 那么几个王呢 大魏王是神所喜欢的王 大魏王呢 他是大魏的儿子 那谁呢 做了门呢 然后呢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重复了两次 一共用了四个虚空 虚空的虚空 对不对 凡事都是虚空 一共五个虚空了 对 这个 什么都是虚的 空的啊 OK 什么事 没有什么真东西 你看着 对不对 他说 人一切的牢碌 都是能 都是 他在日光之下的牢 牢碌 OK 有什么益处呢 非常的悲哑哑 看着 人生真的是没有意义 真的没有意义 那么这个呢 这个是 看起来都没有意义 OK 都没有意义 那么呢 然后呢 他又说了一句话 在三章啊 第一节的时候 他就说 他 但他 他又说什么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一切都是虚空的 对不对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事物的发展变化 是有规律的 生有时 成长有时 死有时 对 那么宇宙 他有个创始 OK 他有的变化 你看这星空 对不对 最远的星系 离我们这 一千亿光年 再远了 我们不知道了 那么对于我们 最近的这个恒星 像太阳一样的星星 也得四亿光年以外 四亿光 光走四亿 四亿年 对不对 然后才能到我们这里 你看到的星星 是不对 那么这所有的这些 这个 他们都会 都有他的定时 不会永远带下去的 OK 这是说的 对不对 这是说这个人生啊 这个人生呢 如果没有神的情况下 神女不跟你同在 你的目标不在神身上 OK 有神你不认识他 有神你不认识他 你天天生活的那个井里 坐井观天 那我就知道 像我是假如说 我是楼稿和存的 我就知道楼稿这件事 再大老不知道了 是吧 再大老不知道了 那么在神看来 在这个真实意义上 这没有什么价值 没有什么意义 OK 你的人生的终极目的 你达不到 跟那个 跟那个 太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 对 他在这个 所罗门 他看来 在这个神 在想通过圣经 告诉我们的 对不对 一个人 如果你被创造了 你通过父母 给生上来 你活在地上 如果你不认识 你这位创造主 你和他没有关系 对 你也不拜他 你也不为了他 对 那么你就是 像一个行尸走兽一样 OK 那么看过一本书啊 叫Wasson Click 写的 是吧 那么人 活着还没有活着 不在于你自己 能不能运动 能不能走 像我现在的说话 是吧 那么活着不活着 是有没有 神在你这里面 对吧 神的灵有没有 在你这里面 你是不是蒙了 拯救了 如果你真的是 蒙了拯救了 那你就 重生了 那么一时 重新开始了 如果你没有蒙这个拯救 那你就是 还是活在这个 罪子当中 对吧 你人生就是没有意义 就是在虚度 所以说 那么有的人啊 他们这个 在国内的时候 这样十年以前来加拿 那么来 来的时候啊 他们就带着一种远景 讲来以后 我在加拿大买个什么房子 搞什么车子 然后呢 最主要的什么呢 我的儿女在加拿大 能够接受 这个西方的教育 是吧 受到美好的教育 很好的教育 讲来呢 我们不在中国 这个黄土地上 是吧 我们换另一个天地 是吧 这是他们当时来的理想 OK 这些理想呢 他们发现了 来了以后 经过一番努力 实际上是可以达到的 有的人比这个还好 当然有一部分失败的 回去了 OK 那么来了以后 但是他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还不是一个人给我讲 他说我来了以后 最大最大收获 我就是相信了神 认识了神 认识了这位真神 让我的生命 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让我生命发生了 完全的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外表上 看到这个人 是吧 我们某一看 没看出一种变化 但是呢 你跟他交往 你看看他行 为行事 为人处事 那你看看他 他的未来的盼望 你看他每天过的生活 那个平安 是吧 你完全可以看出来 一位 不是生活在虚空中的人 OK 那么所罗门 他追求这个人生的目的 一个意义是吧 他在这个 在这个传道书啊 他的最后最后一章 是十二章 他是这么总结的 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是吧 那么我觉得这很重要 是吧 因为传道书啊 一般被认为是非常负面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没有生机 然后这个对人生没有追求 好像是啊 对不对 尤其是从这个索罗门王 他自己说 那他的日子过的 你看这个坐着王位 然后住在宫殿里 然后那么多朋友来找他来 然后那么多外国的使者 也是来见他啊 然后那个要啥有啥 你说金银珠宝是吧 地位 然后那个后宫多少人是吧 OK 那么子孙也是满堂的 已经是举着非常有意义 非常好了 并且写出书来是吧 可是他是这么总结的 我们看一下啊 他说呢 他说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然后呢 再者传道者因为有智慧 乃讲 扔 扔 扔讲 知识教训众人 又默想 又考察 又 又沉说许多真言 传道者专心寻求 可喜悦的言语 传道者寻求根源语 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记着啊 跟写什么 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他这个第十二章呢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说 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OK 然后呢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 是吧 那么所罗门他作为一个王 有权有钱有势 是吧 他享受了世界上的荣华富贵 可以说他人生 按这个世俗的观念 是非常有意义了吧 该得了就得了 该想了就想了 对不对 但是他的总结是 人生都有虚空 不管你怎么劳碌 我当官都管你也好 我干什么也好 这些都是劳碌 没什么意思 怎么就有意思了 怎么就有价值了 OK 怎么就有价值 怎么有意义了 他说总义就是 记着这个话啊 前面都不敢说 说一千到一万 哎 你这个 我说了多少负面的东西 虚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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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都没事 都没事 对不对 把它放在一边 但是我从最后 想跟你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敬畏神 对吧 我们对一位 创造我们的万物的主 对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 来造我们的神 对一位爱世人 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的神 对不对 那对这一位 对这位真神 是吧 我们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我们对他 他想让我们做的 他的命令 我们必须 胆战兢兢的去 去去去去做 我们不做的时候 就觉得害怕 有这个亏欠 是吧 有亏欠 对不对 所以只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 把我们的罪行 给献上住 那么呢 我们呢 寻求那位 最真实 最有意义 这样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 然后敬畏神 然后谨守他的诫命 那么这位神 他不仅仅是创造我们 是吧 他救赎我们 而且呢 他给我们颁布了律法 跟我颁布了诫命 那么如果你不太 这个就是 出埃及记 二十战功学历的 十大戒律 你不是很记得 你可能至少你知道 我们要守安息日 是吧 那么呢 我们要 只要拜这一位 耶和华这一位神 是吧 不奸引 是吧 不杀人 是吧 对不对 这是 孝兄父母之间 对不对 那么呢 谨守他的诫命 那么在新约里 耶稣怎么告诉他 两大诫命 两大诫命 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义的神 其次也相仿 爱临如己 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 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 特别说 我今天如今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来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对不对 我们在世界上 那么呢 我们在家里也好 在单位也好 那么我们要彼此相爱 别人怎么对我们 我们要怎样 期待别人 怎么对我们 我们要怎样对待人 对人 要亲切的 是吧 要礼让的 要礼让的 不是天天给人家抢 争斗 如果我们很多人都这么想 都这么做的时候 那些不守这个诫命的人 他们也就会胆静 他们也就会害怕 他们就会 这个 这个也是 不会 不会盲目的去 完全由着自己的事来了 再何况 我们道德的约束 成为社会 这个文化 成为我们的主流的社会 成为我们自己的行动的时候 那么我们社会就会变好 是不是 对 他并且说 这个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那么什么叫本分 是吧 基本的 我们天经地义 该要做的事情 没有什么理可以讲的 这是我们的本分 对吧 是不是 那我们做儿女的 孝敬父母是不是本分 当然是本分 学生读书是不是本分 当然是本分 对不对 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 读经 祷告 服事 是不是本分 当然是本分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公民 尽我们公民的义务 纳税 是不是本分 当然是本分 那么这里讲了 所罗门他特别讲的 他说敬畏神 棘守他的诫命 就是本分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 是吧 如果你想人生有意义的话 OK 你要找着人生的终极目的 终极的意义 那就是认识神 跟随神 这个敬畏他 按照他的 追守他的命令 是吧 追守他的命令 对不对 那我相信 一定会有另一方的人生 OK 对不对 有一篇书写的 人生使命在于荣耀神 那么在这个 格林多 这个保罗书信里面 有特别有一句话 过吃过喝 不能做任何事情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那么这一节 这一节经文 结合到我们今天 所说的 我们要找到人生的终极目的的话 那我们必须每天 为神而活 为荣耀神而活 而这位神 就是 是宇宙一样 威的真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他就是耶和华 OK 是圣父 圣子 圣灵的神 那我们 这位又振又活的神 就是道成肉身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耶稣基督 也是 这个 西方文明 我们的基石 耶稣是西方文明的基石 也是文明的基石 丢弃这个 其他的一切 这个 这个 这个大大厦都会坍塌 我们也不希望 现在像美国啊 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 他们的大厦坍塌 那么 我们依靠仰望神 求神保守看护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就把这个 这个圣经 到底告诉我们 让我们明白 人生的终极和目的 对不对 就是为了荣耀神 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神 不信靠他 是吧 不按照他的命令去行 谨守他的见命 不敬畏他 那么人生都是虚空的 相反 如果我们敬畏他 按照他的见命去行去做 是吧 我们的人生都充满了意义 那么我们人生 就是 就是 一荣耀神 那么从荣耀神中 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 一定要和神建立关系 好 所以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圣经 到底讲到什么呢 明白人生的终极目的 和意义 是吧 那么是在与荣耀神 敬畏神 就跟上神的旨意去行去做 好吧 把这个分享完了 希望你喜欢 并且和你的朋友 家人来分享 然后呢 转发点赞到 转发到你的 这个朋友 电视圈里去 那么也希望 这个 大家订阅 这个浩然 信仰与人生频道 让我们一同来打造平台 然后传播福音 荣耀真神 做光作严 好 再见 再见 好